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澳财网出品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是主持人艾碧 今天我们依旧是远程连线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 魏瑞浩先生 首席您好 艾文你好 澳大利亚政府生产力委员会近期发布了一份在澳的海外投资报告 指出政府对于外国投资的审查制度过于严苛 审核的标准不是很清晰 并且特别对农业投资方面也是进行了一个分析 报告警告说这很可能会阻止离岸投资者前来澳洲的投资 进而减少就业机会影响到居民的一个收入状况 而事实上在3月份疫情开始蔓延的初期 澳大利亚政府就将外国投资强制审核FIRB的一个金额门槛降到了零 也就是说每一笔投资都是要经过审查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已经到了后疫情阶段 那么联邦政府对于海外投资的管控是否有一些变化呢 根据最新公布的一些消息来看就像你所说的 澳大利亚的对外资的投资审查是变延了 除了在3月份的一次性大幅收紧外资投资审查之后 事实上也确实有些更新到了今年的6月份 那么澳大利亚的财长Josh Frydenberg 然后他宣布政府将对一些特殊行业的敏感资产 实行一些全新的一个针对国家安全是否收到威胁的这样一种测试和审查 那么他所专门提到的行业呢 除了我们以前所熟知的一些和土地有关的 你刚才讲的农业之外呢 还包括到了能源电信港口水利 以及呢任何牵涉数据的行业 因为我知道呢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线上和数字化的运营 所以呢数据本身也是比较重要 应该来说呢 这个做法呢是使得澳大利亚对于外资呢 会显得越来的越不友好 虽然呢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表示呢 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呢 从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呢 很显然呢 在考虑到最近的中澳关系的紧张呢 这个很多是针对一些中资的进入 或者亚洲资金的一些进入的 那么您觉得说澳洲政府这种海外投资监管 一紧再紧的做法 对于经济会有哪些影响呢 只考虑经济的话呢 这个肯定会有一些相对负面一些的影响 因为澳大利亚本身比较多的 依靠海外的资金 澳大利亚本国的整个的这个资金 或者说整个的人口基数不大 经济总体量也没有那么大 那么呢 澳大利亚本身又有很多 需要大量这些资金投入的行业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大行业 一个呢是金融业 另外一个呢是矿产行业 这两个行业其实都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这个吸入资金的 而考虑到澳大利亚整体的人口 只有2000万左右 那么经济总量也不大呢 澳大利亚其实是常年依赖海外的 这个资金的注入的 这个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 那么澳大利亚这个长久以来 它其实是一个资金的净流入国 而不是一个资金的净流出国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比较依赖海外移民 比较依赖对外贸易 以及比较依赖外国的资金注入 外资注入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话呢 它对外资的审查其实显得非常的严格 我这里也有一份报告 是显示出呢 如果是按照对外资审查的严苛程度来讲的话呢 在所有的OECD 也就是经合组织的国家当中呢 澳大利亚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明显是不如一些主流的发达国家 甚至呢 你像美国呢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是推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严格的限制 即使这样呢 根据OECD这份报告呢 澳大利亚甚至审核程度呢 是要比美国更加的严苛 这个对经济呢 肯定不是那么的有利 其实这份报告当中呢 还特别分析了农业投资这个领域 指出FIRB呢 是持续收紧农业的一个外国投资政策 那么首先您觉得说 对于像农业这些行业的管控 真的有必要说如此严格吗 还是说澳洲政府也是带着一种 所谓的有色眼镜 在对投资人挑挑拣拣的 不能说完全是有色眼镜 只是选择的行业 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呢这个行业呢 其实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很多人的想法呢 是因为农业牵涉择到土地 有人觉得地都被别人买走了 会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呢农业呢 可能牵涉到粮食安全的问题 事实上在这一份澳大利亚的 这个生产利益委员会的报告呢 就是出农业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特别严苛的做法 以及呢 大多数的人 包括可能包括FIRB在内 对海外投资农业 有一些奇怪的这个偏见 它呢总结了那么三四个 我觉得呢 体现出很多人的一个心态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中国人把地都买走了 但是呢就忽视了一个这样的点 如果说要抢夺资产 或者购买资产 把这个资产呢 拿到自己的手上的话呢 事实上土地是没有办法拿走的 甚至更进一步来说的话呢 机械 技术 厂房 这些东西可以运走 甚至人都可以运走 但是土地是运不走的 所以说外国这个 或者一些外资主体 控制了一部分澳大利亚的农场 就是说这个 澳大利亚就已经被别人买掉了 这个点是非常奇怪的 这其实是一种对主权领土 和这个私有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产权 以及在这个土地所能够产生的东西之间的 这个所有权之间的一个理解的错误 那么说到它所产生的东西呢 很多人又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粮食安全的问题 但事实上呢 澳大利亚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有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这个土地啊 它生产出来的粮食呢 足以能够支持两倍以上的澳大利亚 目前的人口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有一部分的这个土地是被海外投资人所拥有 并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呢 即使它生产了之后呢 它依然需要这个进行销售 那么在销售和加工部程当中呢 依然很多东西都还是留在澳大利亚的 说我买一块农用的土地 然后呢 这个土地 甚至这个土地上的东西就不属于澳大利亚了 这个有一些些的歪曲概念吧 那么最后一个呢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买了这个土地 或者买了一些产业之后呢 会外来劳工进入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外来劳工的进入并不是说这个厂 或者这块农场的主人 想用外来劳工就可以用外来劳工的 澳大利亚本身呢 外来劳工能不能工作这些签证 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核的 相反呢 根据澳大利亚的统计的数据显示呢 事实上全澳属于海外的主体所拥有的土地呢 量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数字呢 显得非常的低 相反呢 这些海外资金引入呢 它的来源往往是一些市场所在的国家 这个可能不只是中国 比如说美国是澳大利亚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国家 排第二的其实是日本 那么日本呢 同时也进口非常多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产品和食品 那么中国其实也是类似的 那么如果在源头上 这个市场所在的国家 就愿意投资上游资产的话呢 是会使得整个行业效率提高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 认为日本的这个麒麟集团呢 去这个收购了这里的这个 所谓的LINE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甚至控制了这里大量的奶源呢 有任何人反对 那么同样道理也适用于 比如说一些中国公司来这里 收购一些奶源 甚至购买一些农场 他们加工等等还是在本地进行 这个呢 并不会减少太多本地就业 也不会呢 使得这一部分的资产就出现了 所谓的资产无失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 近几年中资对于澳洲的投资方向呢 慢慢的是从向矿业房地产转向了 向食品和农业方面 那么其中具体的这个投资情况如何 是好是坏 首先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可以拿一个比较老的 和一个比较近的案例 比较近的案例是 满牛收购贝拉米 我们知道呢 贝拉米是本地的一个 英尼尔的奶粉生产商 那么呢 它的估值是比较的高的 满牛收购它价格呢 非常的高 来到了这个15亿的这样一个数字 而它本质上的贝拉米 更多的是一个品牌 它的生产 它的这个加工等等 都是很多一部分是外包的 而满牛在收购了之后呢 也是许诺呢 就是说公司总部呢 会继续留在澳大利亚呢 更长的时间 而且呢 会投资更多钱呢 在维多利亚呢 去清建和升级 这个配方奶粉加工的 这样的一个设施 甚至如果我们理解 中国的这个奶粉市场的话呢 我并不觉得满牛最终 会把整个的品牌搬到中国去 因为它所打的这个品牌的效应 或者一个相对比较高价的 高端品牌的奶粉品牌的概念呢 就是在于 它是海外的这个奶源 甚至澳大利亚的奶源 和澳大利亚的生产 所以呢 从满牛自身的角度出发 也不大可能把这东西 移到中国去 它移到中国去 变成了一个国产品牌 那这个品牌 这样就立刻没有了 而且它是以非常高的 一项去收购的 我们且不说 这件事情上 满牛未来能够有多大的利润 他们当然自己内部 可能是做过测算了 从澳大利亚角度来讲呢 是以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出售了一个奶粉品牌 与此同时呢 这个投资人呢 会愿意花更多的钱呢 投资于一项生产线啊等等 而如果只是贝拉米自己做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轻资产 他可能不大愿意做更多的 在上游和中游加工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 这个应该来说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 对于贝拉米本身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利好的 这样的一个收购案 当然它刚刚发生不久 所以呢 最后的这个长期的效应呢 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看不到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 或者国家安全呢 受到任何的一个损失 那么另外呢 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案例 这个失败的案例呢 是在很多年前呢 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这个月亮湖呢 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去收购了塔斯玛尼亚的 一个农场 那个呢 农场呢 简称TNLC吧 它是全澳最大的乳液农场 那么 它的这个 所拥有的这个 资产呢 是塔斯玛尼亚当地 非常大的这个农场 以及乳液 那么 当时是以比较高的价格呢 是收购了这样的一个农场 但是随后呢 很遗憾 月亮湖呢 并没有做到 它之前所说的 我们的了解 可能背后经验出现 一定的断裂 然后呢 没有做大量的投资 没有回馈当地的社会 甚至呢 这个没有做很多 它所说的 环保上的更多的一些措施 可以说是留下了一个 非常非常坏的印象 那么 这样的一些失败的案例 或者呢 在操作上存在比较严重 瑕疵案例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也确实加深了一些本地社区 尤其是一些农村的水区呢 对中国投资者的一些 坏的印象 当然呢 这个事情呢 永远会有好的案例 和坏的案例 那么从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中国投资人 或者中资进入的角度来讲 需要更多的了解 当地的一些 这个回馈社区的方式 中国投资人可能会觉得 我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 就业 我可以使当地人更富裕 就可能就是最最重要的 一个这个回馈了 但是呢 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呢 可能很多人会关注一些其他的一些社区的效应呢 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在道德上 更好的一些规范的示范作用呢 比如说 与其说你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这个收入 比如说你资助一些当地的学校 建设一些当地的一些社区的活动中心 这可能反而更容易受到当地的一些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些外资进入 尤其是中资进入呢 需要学会能够适应本地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情况嘛 能够呢 把这个关系处得更好 这个会是一个这个将来需要 很多的中资进入的时候考虑的问题 虽然现在 而且还有很多人担心说 中资对澳的这个投资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困境 前景不是特别的乐观 但事实上呢 澳洲仍然有一些比较好的领域 还是值得中资去关注的 那么首席您对于华人投资者 在未来的一个投资方向上 有哪些方面的建议呢 我觉得从投资角度来讲 如果有中资想要投资到澳大利亚的话呢 无非就是看中一些在澳大利亚 有比较高水平或者高质量的资产 这个资产呢 很多时候可以跟中国市场来进行结合 这里面呢 有我们这里讲过的像 营业来的食品 这个投资已经很多了 又比如说像矿业 矿业其实已经在中国 在澳大利亚矿业投资非常多 非常长的时间了 那么这些呢 往往会面临比较严格的一些审核 那么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呢 可能先需要做更多的一些准备工作吧 那么这些呢 也通常是一些比较大额度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需要呢 这个大量的工作 尤其像比如说如果是能源 我们知道中国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天然气方面有投资 那么甚至呢 后来想要进入像电信吧 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 这都是一些超级巨大的投资标的 那么呢 任何的这个外资什么都是不可能逃过的 都需要走这个流程 那么需要更多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配合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是一些中小型的投资呢 可以考虑一些轻资产的 那么相对来说那些新资产的投资呢 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说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不批啊 等等问题 与其花五百万一千万买一个农场 为什么不花五百万一千万去看一些 澳大利亚有特色的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医疗技术 医疗设备 又比如说一些这个软性的体系软件 甚至是这个 甚至是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食品加工技术 其实有一些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呢 都是值得借鉴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行业的选择上 需要更加的聪明一些 而事实上这些行业呢 从最近疫情发生之后的市场情况来看呢 科技类的医疗类的 反而还是一个更受到市场欢迎 也意味着未来市场更大的这样的一些行业 我觉得在行业选择上可能会需要多思考一下 好的 感谢首席的精彩分析 那么如果您想要阅读本期节目的图文内容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澳财网微信公众号 同时呢也感谢您订阅YouTube澳财网频道 并为我们点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看